结核菌在空气中能存活多久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张燕 陕西省结核病院中医结核科副主任医师 结核菌呢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菌了 所以它是已经存活了几千年 它的变异也是非常非常的多了 所以呢 它其实结核菌 它的这个菌体外面呢 它是有一层纸质 纸类 然后这个纸类呢 它就是可以对这个乙醇是非常敏感的 所以就70%的乙醇 在20分钟之内就可以把结核菌杀灭 但是呢 这个细胞壁上的这个纸类呢 对这个结核菌 它的这个体内的这个水分 它是有个保护作用的 所以它对干燥是非常有抵抗力的 所以结核菌在这个干燥的尘土和空气中 它可以存活6到8天 但是如果在干燥的痰液中 就相当于它这个结核菌的周围又保护了一层痰液 这种干燥的痰 在这种情况下 它可以存活6到8个月 所以结核菌它的这个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都可以存活6到5月的时间 所以结核菌的周围又保护了一层痰液